但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如果政院不退讓的話 那總預算 就是我說那個 真的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那好像有人問說 這個行政團隊的問題 卻甩鍋給漢股 第一個 我在質詢卓榮太的時候 就已經勸卓榮太 要有一顆柔軟的心 事實上這件事情 本來就沒有太複雜的解決方式 在野黨監督預算是天職 以前賴清德也示範過 怎麼退回總預算 柯建民也說退回總預算 本來就是這個預算監督的一個方式 可是民進黨基本上就是在 預算編列上 包括說禁法補償 很多的方面 事實上踐踏立法院 以及踐踏國家法律的尊嚴 那所以不用把這個所有的 今天總預算的責任 推給別人 韓院長是一個很柔軟的人 他當然關心國政 可是真的正本清源還是 卓榮太行政院有沒有一顆柔軟的心 能不能謙卑的去面對所謂的 自己預算編列浮誇 然後包括說不遵守三讀通過的法律 這個才是智本之道 委員我想問一下有關這個賴總統 因為李傑對這個將官們有所執政啊 那這個目前看來好像都是國防部在這裡 為什麼你跟顧李雄今天也講的有點 委屈說我們會繼續改進這個細節流程 不過這外傳不是有個總統府的這個女官 或者是個女攝影官嗎 等於說現在總統府好像到現在都沒有針對這件事來救責 那委員怎麼看呢 為什麼府都敢前進 我覺得顧李雄蠻委屈的啦 因為這件事 因為我在總統府待過嘛 這件事其實道理很簡單啦 顯然總統府有幕僚 就是在跟將官溝通 叫他不要站起來 第一個我必須說啦 總統進到這個場合裡面 不管是首長 或者是這個國軍的將領 其實在一節上 確實都會起立迎接總統 所以起立迎接總統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出在你總統府的幕僚 跑去跟將官們說不用起立 那請問叫將官怎麼辦 他今天要聽總統府的幕僚 還是說今天不把總統府幕僚當一句話 因為他可能覺得這是總統的意思啊 但是這是問題一啊 就是說你到底總統府幕僚是傳達什麼錯誤的訊息 給這些將官 獻將官們於不義 然後讓國防部出來背過 那第二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也考驗賴清德的情緒管理 確實針對將官或是說包括說首長們 總統進場起立就是迎接 它是一個遺節沒錯 可是如果發現這個遺節不對了 其實總統不需要用那麼大的動作嘛 我看那個媒體的報導啊 就直接怒斥 或者是說今天甚至有這個文件上 是不是有摔的一個動作 那這些其實都展現了說今天總統應該可以 把這事看到沒錯 你可以就直接在結束後就跟國防部詢問一下說 這個情形是不是違反遺節 那國防部這個事情是不是要研究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處理方式 我就想不管是我們的將軍不管是我們的首長 是人才不是奴才 今天不是來這邊讓這個總統來賜賀 或是總統來發飆的一個所謂的那個受虐者 所以總統其實應該尊重這些國家動糧啦 所以前段是總統府的幕僚 為什麼會做一個錯誤的溝通 後段是其實賴清哲總統的情緒管理真的要加強一下 委員我還想問一下有關這個霸兩岸 因為現在沒想到這個颱風來啦 不過民進黨的林又昌還在喊說罷免 這個令人不怕這個吃相有點太難看嗎 那委員你自己最近有沒有觀察到這個民進黨 有一些赤裸介入的狀況 唉 我其實真的覺得林又昌你是怎麼啦 你是已經急到這個亂了套嗎 現在大家都在 尤其基隆現在 都是在防備颱風 包括謝國良 包括基隆的市民都在防備颱風 林又昌 你要拼罷免也不急於這一兩天吧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等到大家忙完防災 忙完這個災情的防備之後 你不要挑在這個時候去搗亂嘛 而堂堂的民進黨的秘書長對不對 每天在發臉書鼓動霸樑 那最好笑的是民進黨之前還告謝國良說 因為謝國良說你民進黨鼓動霸樑 結果被告 現在民進黨秘書長直接挑出來在鼓動霸樑 民進黨真的不要再搞人格分裂這件事 人格分裂也沒關係 不要跳在颱風天人格分裂 拜託林又昌 饒了基隆人 那委員想看說民眾黨有創設YT的頻道 那現在被爆料說民眾資深的董內金 全部都進了木可公司 那稍早民眾黨歡迎人吳宜宣 他有說現在連收受合法政治現金 都變成貪污犯了嗎 那同樣的標準要來檢視國務黨的民進黨 我想這個涉及民進黨 民眾黨的事就要民眾黨來回應好了 謝謝 委員我最後問一下那個店好不好意思 有關店家調漲這個產業調漲12.5% 那民生雖然是不漲 但是大家就覺得說這一定會衝擊 而且會連帶物價上漲的原因 我在講就是像昨天也爆出 大陵電廠的這個所謂的那個造假 還有它這個就是防暴設備 反而助燃這個風波 民進黨現在我到底看穿就是 那個無能就是民進黨 發國難財的方式 你看到為什麼今天一直漲電價 因為台電一直虧損 台電為什麼一直虧損 因為能源政策錯誤 那能源政策錯誤是誰賺到賺飽飽 就是像雲爆這些綠油油的光電業者賺飽飽 那因此你就發現 只要台灣缺電 那台電虧損 雲爆賺飽 台灣缺電 台電虧損 然後民進黨綠油油賺飽 這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對於所謂的 不管說調漲電價 或者是所謂的那個台電波補 你都只是在創造發國難財的藉口而已 那要全民來當什麼 來當你的人民 變成你今天民進黨荷包的深度 然後讓你在人民的口袋裡 隨便去掏去掏蛙 那這個是民進黨對得起 台灣人民的地方嗎 所以對於今天台電的預算 在一檔要求很簡單 你正式能源政策的錯誤 核電一度一塊 火力三塊 光電五塊 風電七塊 然後虛量禁價不夠了要12塊 那我想請問 為什麼你把最便宜的一塊砍掉 那你不虧損才奇怪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能源政策做好的話 所有的虧損都變成今天民進黨 發國難財的理由 謝謝委員 謝謝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請留意 adulthood 在 towers下 更多 禮物 成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